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我是婆婆 你呢? 我是爺爺又是公公 没错,就是夸代如何相处 现在很多人都很有疑惑 因为发觉很难搞 我做亲子教育的家长跟我说 上一代都不知怎样 他们又聪明了 又介入又参与 你觉得呢? 怎样会做的公公、爺爺、婆婆、妈妈? 我记得以前曾经讲过一个 讲座叫做父母心 我说父母心里面 他需要有爱心、关心、忍心 然后最后放心 我想到隔代去培育的时候 应该是很放心的了 放心,最重要 你不放心,那个子女不是你的 我说起来 我每次和孙子 初初他不懂游泳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去到泳池 我比她更紧张 因为我自己的女儿 我自己的女儿在泳池有什么事 我自己承担 这是我的孙子 我自己从来和孙子游水 我自己不会游 我只是看着她 很多人都是这样说 而且不敢自己一个人带孙子出街 因为责任比自己带儿子女 没错 心理压力又大 是啊 真的 又不放心 但也有些人说 你要放心 因为看你教子女 教成什么 你教得好 自然放心 他教下一代 所以这点是真的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说话 叫父不过三代 我自己看我们基督教教育 可不可以过到第二代 如果你过到第三代 你可以感谢上帝 如果过不到第三代 你的基督教教育是失败的 嗯 所以我现在很留意 看我的子女 怎样教那些小孩 我留意而已 我偶尔都会给一些意见 但我不会干预的 偶尔很重要 什么时候给 什么时候不给呢 当然 我们身为这个年纪 都有我们一些习惯 个性的 但是那些东西呢 上帝不是单单给我们 在子女身上学习改变 在孙子身上都要学习改变 因为时代不同了 我举个例子 我现在拿着手机 我相信我孙子 还懂得使用的手机 多于我不知道多少倍 你孙子多大 小学而已 哇 已经懂得这么多东西 是啊 有时候他们都说 你搞什么 你不要搞我 我没什么机会 我说不会的 你放心吧 所以很多事情 我都觉得时代 他们在知识学问方面 技能 想法 都是醒过我们很多 我在那个年纪的时候 我说不要听乘数表 都刚刚识背 一文都不知道 16个字母 没写错已经很好了 他现在完全不同了 所以知识学问他们是多了 但是有一件事就是 我自己的核心就是说 我不是要示范 我要让他们看到 我怎样敬畏神 有样后样 就是我怕神 所以我什么时候 我都提过 那你祈祷 但是一般 在基督教家庭 长大人听 祈祷觉得好像礼牌 就是吃饭 就说两句 佛主明求阿门 我说不是 祈祷是要你自己真心悔改在上面 做错什么事 所以有一次我女儿跟我说 她的小孩有些行为上 不是误差 现在的网上上货 你知道 我们的小孩就很懂 把握时机 趁机自己在网上作怪 会呀 会呀 一定会的 这些正常的 古灵精怪 给一只假的眼睛 但这件事情 被我妈知道之后 他没有骂他 他一起来 他问他两句之后 一起祈祷 你叫他小孩开声祈祷 如果大人平时开声祈祷 是真诚的话 他都会真诚 他在真诚的时候 圣灵一定工作 没做完 他开声祈祷 已经哭了 你为什么要骂他 等圣灵责备他 好过你责备他 问题就是 你自己有没有经历过圣灵责备 你从来对圣灵的感动 麻木的 你想我小孩被圣灵感动 说笑 所以真的要信仰 是自己很真诚的相信 圣灵是会工作 由我们pass 给下一代再下一代 不过刚才你提到有个 我也想问多一句 忍心 忍心这件事 从两个角度看 看是人性还是神性 或者不说神要灵性 人性很多时候我们忍心不到 是啊 但是灵性那里 你要忍受 耶稣基督所承受的是 什么性先 人性早就叫救命 这么惨 冤枉 钉十字架 有没有搞错 所以一个被定罪的人 哭自己是无辜的 这些多数都是微背改人 是吗 这事实是吗 那耶稣为什么说 不知道耶稣不是无辜 耶稣是愿意为我们 承担我们的罪 他愿意承担 这就是爱 没得解释 所以爱有时要忍心 让那个人劈一下斧头 没错 我们在下一集继续说 因为很多人说 这是一个 me generation 的爱的世代 他们又教他们 下一代 是否更的爱 那怎么办呢 下一集再说